各位教授、各位同學,大家好 今天是我有發告的論文 我的題目是一個月往期環操環境中的礦中式內容授權機制 這邊是我的Outline 第一部分,我會向大家介紹目前環操環境裡面的一個圖片的狀況 接下來是在這個環操環境裡面一些我們通常會使用到的一些背景的技術 接下來是在這些技術裡面目前還沒有解決的東西 我們在動機裡面會提到 接下來是本研究裡面提出的一個空中內容搜尋機制 還有就是實作跟demo最後是總結跟未來工作 在目前的環操環境裡面 消費者會從服務體提供的那邊拿取各種不一樣的內容 而整合成一個新的服務 但是在這個整合的過程裡面 它所拿到的使用的資料 在這個過程裡面我們有需要注意到這些資料 有兩點是我們需要考慮到的 問題是安全跟隱私 在背景的部分 目前第一個是OpenID OpenID是一個用來解決使用者授權的一個機制 它透過把我們的身份建立在一個ID provider裡面 因此我們不需要在每一個個別的服務裡面都獨立的建立一個帳號密碼 我們只需要在一個ID provider那邊註冊一個帳號 我們就能夠全取各種不一樣的服務 而在接下來是Force 1.0 是目前常用的一個 用來處理MPI授權的一個協定 它在這個授權的過程裡面 它不會直接包含使用者的身份在裡面 因此它是一個匿名的一種意識 但是它比較具體是 它是透過傳遞一個測試自傳的Token的形式 然後透過傳遞這個Token 消費者只要拿著這個Token去內容提供者那邊 那內容只要使用者判斷這個Token 那它就會知道它真正這個Token所包含的是 使用者是誰以及它的權限有什麼 它在這個過程裡面 它所有的一些關係是包含了服務提供者 內容擁有的以及內容消費者 而在目前還在草案中的一個O2.0的協定裡面 它在協定裡面有提到就是 因為以往授權伺服器是通常都是跟內容提供的那個是綁在一起的 但是在2.0的情況下其實它授權的伺服器跟內容提供的伺服器是有可能分開的 除了它們能夠分開以外 在O2.0也有提到就是 我們能夠把授權的 我們用授權的東西可以細分成每一個叫Scope的形式 因此我們可以切成 某部分的資料是屬於A這個Scope 另外部分的資料可以B這個Scope 因此我們可以透過切割這個Scope 所以能夠達到一個授權比較仔細的設定 這才是中期的部分 在目前的狀況下 我們所擁有的內容 它在各個服務裡面其實都應該會有它自己的一個獨立的授權的決定 但是在穩大的過程裡面 這些占不在各個不同地方的內容 雖然說它透過穩大做一個內容上面的資料的整合 但是事實上在這個整合過程裡面 它沒有包含到它們自己本身所存在的那個權限 因為在哪存取的時候 我們是以擁有者的身份直接存取 所以它不會包含它對其他使用者的意額授權的資訊 因此如果在這個資料經過整合以後 這個內容consumer如果它想把這個資料再授權的時候 它會造成一個它不了解的狀況 如果它只是隨便把這個內容授權給它自己系統裡面的其他使用者的話 那對內容擁有者而言 就會撐翻到它的積極的隱私跟安全 那剛才有提到目前它最主要提到的關係是由內容提供的消費者以及內容擁有者 但是在複雜的文大環境中其實單純考慮這些因素是不夠的 因此在目前1.0裡面他們也考慮到底下幾個關係 分別是內容擁有者對內容使用者之間的關係 以及服務提供者與服務提供者之間的關係 還有整合後的內容跟內容使用者之間的關係 接下來是介紹說明本機制的最主要部分 在說明之前 在這個機制裡面我們先有一個前提打設 第一個是 因為各個服務裡面它都有自己的一個身份 因此 我們如果要實作之前 我們需要授權伺服器需要知道它在各個服務裡面 它所擁有的那個身份是什麼 授權伺服器需要能夠知道的 以及服務提供者它需要把它授權的資訊 在這個授權伺服器裡面做一個設定 接下來是對於每一個API的所使用的一個行為 我們都能夠把每一種不一樣的行為 透過這個scope的形式來在授權規則裡面 能夠被定義出來 接下來最後就是授權伺服器它會管理內容所構成的一些關係 它會在授權伺服器裡面做一個儲存 而在內容授權伺服器裡面 我們會考慮到兩個方向 第一個是內容關係的分析 在內容關係裡面 我們會透過了解這個內容它記憶本身所建議的時候的一個關係 以及與這個內容有關的使用者他們之間的關係 最後是透過上面兩種關係而建立了一個內容與使用者之間的關係 但是如果直接使用這個機制的話 有可能會造成規則過於仔細 會影響到使用者在使用上的方便性 因此我們另外再提出一個是權域的決定 因為授權伺服器已經被獨立出來了 因此我們可以透過在授權伺服器裡面做一個縱觀的考量 來對每一種混合後的內容做一個授權 而在這個過程裡面我們可以考慮到的是 針對使用這個內容的演而做授權 接下來是根據提供這個內容的提供商來做一個特別設定 以及最後是我們能夠針對 測定的一個審核後的內容做一個授權的決定 而當這個授權的過程裡面如果我們發現 它有衝突的狀況的話 那我們會提醒擁有者做一個授權的調整 在衝突政策方面我們會考慮的兩點 分別是規則的穩核以及規則的缺失 如果我們發現這兩個狀況的話我們都會提醒行動者 而這兩個比較詳細的會在後面的部分做解釋 接下來是向大家解釋剛才內容關係分析裡面的第一個內容關係 在內容關係裡面我們會記錄底下這幾個關係 分別是這個內容是被哪一個擁有者所擁有 以及這個內容它是由哪一個服務所得來的 以及它在哪一個服務裡面它是透過哪一種行為而得到的 所以因此在這個表格裡面這個例子裡面我們會看到內容編號2 這個內容它都是屬於使用者A的 而這個內容它是來自於分別A與B兩個不一樣的服務 以及它所使用的是哪一個行為所取得的 在內容關係裡面我們會記錄使用者與使用者在各個服務裡面他們所存在的關係 這個表中首先是哪一個擁有者對哪一個使用者做一個設定 還有它是透過他們的關係是存在於哪一個服務的哪一個行為 以及他們這個最後的做一個決定的機制 它是透過白名單還是說黑名單 如果它是透過白名單問句話說 它目前這個行為它是在那個服務裡面是採取一個同意的方式 就是不用許 那如果是黑名單就是不用許 接下來是內容使用者關係 透過整個剛才兩個表格 因為剛才是一個是針對整個後內容它所組成的一個關係做分析 另外一個只是特別針對使用者與使用者之間做一個授權者分析 因此如果我們想知道某一個特定內容對某一個特定使用者他們的授權狀況的話 我們就透過結合這兩個關係而得到 而在這個表格裡面都是透過整個剛才上面的兩個表格 得到的一個結果 目前的狀況是在最後另一個欄會授權的機制裡面 它各個行為裡面它同時分別存在白名單以及黑名單的狀況 因此我們會判斷成這種狀況是屬於一種有授權上面的不明確的地方 因此我們會提前使用的做一個調整 而在衝突政策裡面首先說明的是衝突的混淆就是不明確 在這邊我們定義的是如果他們在他們內容與使用者之間的關係裡面 如果在地址上面它是同時存在黑名單與白名單這種狀況 那我們就定義成它是一個混淆 因為有兩個不一樣的行為 但是他們分別是它建構的時候分別的那種行為是黑與白 所以當系統沒有做一個決定的時候 才會發現他們是有一個矛盾的狀況 所以它會拿不定主意 而在授權權限規則的確施那邊 我們首先觀察內容的關係裡面 它是以某一個以內容變號二這個內容為例 它是透過這三個行為所組成的 但是在使用者規則裡面 我們發現它目前的建構裡面 它對那個內容所建構的行為 它目前的缺少了一個 reading report這個行為 因此在最終做決定的時候 會發生一個缺少了某一個 對缺少了某一個行為做一個特別的定義 因此我們會把這種狀況視為一個規則的確實 而如果對白名單與黑名單之間的狀況 再做一個比較明確的解釋的話 如果某兩個行為它們都是透過白名單來建立的話 那在這邊如果它是在兩個白名單中間 它們有交集的部分 那我們會視為這個狀況它是容許的 但是如果它不存在於它們的原集的時候 那我們系統會直接做一個抵賴的狀況 但是如果是最後一步 它可能會存在於A 但是有可能存在於B 但是它們不存在於他們的交集裡面的話 我們會視為這個狀況是一個權限的確實 而對黑名單而言